面前大如山丘的土堆 便是一座古墓 当地百姓说墓里全是水银 那么2286年后 这里有没有被盗 墓主人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这一期跟随文绿尔的镜头 咱们发车 神州名胜满目盈 文史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自博市林姿区四王冬景区 今天咱们探访这里最后一座古墓 也就是最东边的那座 叫做齐湘王墓 公元前284年 由燕匠月异 率五国发旗 疯狂攻下70座座城池 而滥用武力的齐敏王 辗转于各国逃亡 不低下身子 天天耀武扬威 哎就是玩 结果被桌池给杀了 太子填法章改名换姓 在举城太石脚家中做庸人 太石脚的女儿 觉得填法章绝非平常之人 经常偷来衣服和食物给他 后来举城百姓 和齐国逃亡的大臣会合 寻找齐敏王的儿子 于是举人共同拥力 填法章为君 就是我们说的齐湘王 至于这边老百姓 所说墓内有水银的事情 应该是不真实的 因为在此拍摄 过来了一位开车的大哥 应该是对这片的文物很了解 他说墓里有水银 有可能是老百姓 知道秦始皇陵有水银 看着墓这么大 就以鹅穿鹅 也说里面有水银 他还说林兹这边博物馆 曾经展示过古墓中盗墓贼的尸首 说是盗墓贼起内讧了 然后被砸死在了古墓里 看来这行比直播卖酒 水更深 一般人把握不住 扯远了 盗墓违法 大家千万别做 不然你活两辈子都不够盼的 齐湘王是继位了 但燕军的进攻还在继续 吉莫大夫战死 一时群龙无首 往往猎人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场 吉莫人用力为首领的田丹 便是这样 后来燕昭王去世 燕惠王继位 这个燕惠王当太子的时候 就与越义关系不好 田丹得知情况 便派人去燕国施反监计 燕惠王生性多疑 就中计了 边招越义回国 反看这边 田丹紧锣密鼓准备 在城中搜罗了很多头牛 在牛角上绑上尖刀 把牛尾绑上在油脂中 侵泡过的尾草 牛的尾巴被烧了 都疯狂的奔向燕军大营 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牛镇 就这样 齐国被占领的70多座城池 全部被田丹收复 田丹便前往举城 迎齐乡王回国独林姿 齐乡王就册封田丹 为安平军 这个安平在哪呢 它不是齐国非常富庶的地区 它处于这个燕 然后齐和赵 它的交界点上 是一个战乱频发的地方 可以看出这个齐乡王的用意 就是你田丹继续为国尽力 然后去抵御外敌 虽然说能看出来 这个齐国当时的人才凋零 已经没人可用 但是田丹作为这么大的功臣 你把它封在那个地方 它肯定会心有不满 所以说 在田丹收复最后一座城池 也就是我的老家 辽城的时候 前面有鲁仲连 社书就辽城 然后这个辽城 本来已经大门打开了 但是田丹却做了以下的做法 就是辽城乱 碎涂 辽城归 也就是说 又把辽城给涂了一遍城 如果你结合当时田丹的心情 它这个涂城的行为 可能是它发泄自己愤怒的这么一个表现 随着国内局面日益稳定 齐乡王就开始猜忌田丹 有一次田丹外出路过汁水 见到一个老人过河时动得浑身瑟瑟发抖 田丹便剪下自己身上的皮袍给老人披上 齐乡王听说后却十分厌恶 一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架势说道 田丹对别人施恩 这是收买人心 打算谋夺我国君的位置 这个齐乡王也不想想 他的祖上不就是凭借收买人心抢过来的齐国吗 后来一个穿珠子的人帮齐乡王把这事给解决了 他让齐乡王嘉奖田丹的善心 下令说 我担心人民会饥饿 田丹就收养他们 田丹真是懂我的心意 处处跟我保持一致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 齐乡王派人去暗访 听到官员和百姓都在议论 原来田丹关怀老百姓都是大王的教诲 这个计谋妥妥的立竿见影 四两拨千斤 让田丹的辛苦努力 最终都给齐乡王做了嫁衣 至于齐乡王 我感觉是个既窝囊无能 又嫉妒贤能的卑鄙小人 这样小肚鸡肠 大腕牙签的家伙 实在称不上什么民主圣君 而齐乡王在女人这方面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当年逃难时 对他非常好的那位女子 被他立为了王后 就这形象放大雪里 是不是比招生俭章好时 这位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君王后 《史记田丹列传》和《田径中丸世家》中 记载了一则君王后的小故事 亲王派施者拿着一套玉连环 专程送给君王后 君王后接过玉连环 左看右看 不能解开 她突然明白过来 玉连环是玉将制环时 从一块完整的玉石上叼凿出来的 再聪明的人都不可能解开 她轻蔑的对秦国使者说道 这样简单的事 我们骑过的小孩子都能办 说吧便叫侍从取来一把铁锤 向玉连环狠狠扎去 说道这不解开了吗 秦国使者怒气冲冲的说 你是蔑视亲王 君王后便回道 玉连环是亲王送来请我姐的 我出一对亲王的尊重 才帮了这个忙 亲王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怎么会对帮助过他的人过不去呢 一提到中国古代的女主政者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应该是西汉的吕治 或者是唐朝的武则天 要么就是清朝的慈禧太后 其实最早的女主政者 是田祺的君王后 这个君王后 她本来就姓后 然后她是太史脚的女儿 等她做了王后之后 你不可能给她起一个很萌的名字 后后 所以大家都称她为君王后 这个君王后与齐乡王有个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齐王剑 等齐乡王去世之后 这个齐王剑继位 那一年她才15岁 所以说这个君王后 就担任起来了 就是辅佐新军的这么一个职责 这个君王后的主政方针 很厉害 就是你秦国 你老大 我惹不起你 我躲得你远远的 我能不给你起矛盾的 我就不给你起矛盾 然后跟其他的诸侯 就是说我答应你的 我就给你办了 但是我没答应你的 我绝对不会瞎掺和 用古诗来形容的话 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 瓦上霜 其实就这样 这个齐王剑 40多年都没有见过 兵戎 君王后临朝15年 并是临死前 叮嘱儿子田建 要遵守他的治国路线 不过此时的国际形势 已发生巨变 秦国从独霸西方 进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以不满足蚕食邻国的城池 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 在短时间内 吞并山东六国 完成中国史上首次大一统局面 先前跟七国 结下续海深仇的山东五国 纷纷前十访齐 劝说田建能够十大体 明大义 跟他们一起组成抗秦联盟 田建也许是真糊涂 也许是不相信秦国 真有兼并六国的实力 齐王剑甚至听信 他舅舅后盛的建议 秦国每灭一国 他就派使臣到秦国恭贺 齐国就在齐王剑 和后盛的自欺欺人中 过了和睦的四十多年 等到五国进灭后 齐王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派遣兵力守卫边疆 齐国已经四十多年 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战场 那些兵将们 面对如泰山一般 压顶而来的秦军 完全就无力抵抗 秦军如入无人之境 两月之间就攻下了林自成 齐王剑只能举国投降 就这样齐国亡了 田建全家被安置在贡地 一处原生态的松柏林间 无人供给衣服食物 最终饥寒交迫 全部饿死 所以没有葬在四王种 不然这里可能就变成了五王种 这样我本次的自博之行 也算结束了 接下来我就要去泰兰拍摄古迹了 可能要停更几天 这里还望大家见谅 好了 齐乡王牧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这也是四王种最后一座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